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也是贪生怕死之人 贪生怕死 对 我就是因为怕死 踩在昆仑山隐居的 没想到碰到你们这几个扫把星 吴大哥 事到如今 畏惧不隐瞒 其实我们的真实身份 是参加摩羯成道大阵的 问道者候选人 摩羯成道大阵 摩羯成道大阵 二次竟是 要我进玄门 就是那个千年之前的预言 吴大哥果然学识怨不 其实此次 我们的目的地是楼兰 去夺取第二件原始圣甲 但是在夺取第一件原始圣甲的时候 遭到了九尾狐的攻击 九尾狐的分身被我们打退了 但是我知道 他肯定不会胜罢甘休的 所以此次他派了换腰和睡腰 在路上拦截我们 多亏了吴大哥相救 我们才得以脱险 你们说了这么多 到底想跟我说些什么呢 我想告诉你的事 无论是我 铁郎 菲菲 又或是琉璃 我们的生命 早就不是我们自己的了 而是直接关乎三界之间的安危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死在这里 所以还请吴大哥帮帮我 好 不过你放心 我们救醒菲菲之后 立刻就走 绝对不会连累你的 嗯 好吧 我答应你了 但是你们要尽快做出决定 她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你们尽快选择吧 你们尽快选择吧 你们先去看看菲菲 我马上就来 张灵 听我的 对 五大哥 决定了吗 你们三个 谁来换她的命 决定了 五大哥 这次 还需要你帮我个忙 可以倒是可以 但是 真的要这样做吗 五大哥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像你这样学识渊博 五大哥 武功高强 又有厉害的法宝 我想知道 你这样的人 为什么要隐居在 深山老林当中呢 如果你还想救 东皇菲菲的命 我建议 你就不要再多问了 摩羯成道大阵 一定很危险吧 很危险 每关都会有人离开 甚至牺牲 我虽然隐居多年 但是对二次敬事 和摩羯成道大阵 还是有所耳闻的 我想知道 问道者 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结束这次的 二次敬事呢 二次敬事 妖尽悬门 若想阻止幽灵一消 唯有杀死就为活 若是狼族 被九尾狐蛊惑的话 人间 恐怕会被赶尽杀绝 甚至永远消失 从参加摩羯成道大阵的 第一天起 我们的命 便不再属于自己 而是成为 挽救人间浩劫的 一股力量 既然九尾狐的目标是你 恐怕你是他 最想除掉的人 你难道 不害怕吗 你说这个吴大哥 到底是什么人 不知道 肯定是一个 胆小怕死的人 他为什么要救我们 而且他还懂仙道术 还知道九尾狐 谁知道 可惜了一身本事 之前都怪我糊涂了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 可以救东皇飞飞的命 什么办法 这昆仑山周围 生长着一种 红色的草 和我这丹药一起服下 可以产生 让人假死的效果 骗过睡妖 让她主动离开 真的 那太好了 只是 这草 我这已经用完了 那我现在就去找 我还没说完 这草 非诚之稀有 只生长在松树之下 所以你们三个人 必须仔细寻找 我们快去找吧 走吧 走 走 正灵 我们几个分头找吧 跟你说话呢 好 我们分头找 你们两个一组 先找到的人 就先回来救菲菲 走吧 好 走 好 快 走 走 轻が大 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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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大哥 下面我跟菲菲讲的话 你别跟她讲 好 菲菲 菲 菲菲 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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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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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快去找吧 天狼 我们好像被张灵骗了 什么意思啊 你还记不记得 当时吴大哥和张灵 在门口说完话之后 进来就有解决的方法了 恐怕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草药 是张灵为了支开我们她要牺牲自己 你的意思是我们的意思是我们都被她骗了 对 那快走 走 走 张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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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灵呢 张灵呢 张灵 张灵 你没有死啊 张灵 你吓死 你吓死我了你知道吗 那个草药真的有用啊 是吴大哥 是吴大哥 我们现在换进了吗 杏仁 吴大哥 我们现在换进了吗 杏仁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不是被睡药杀死了吗 这几年 你一个人 辛苦了 不辛苦 我一点都不辛苦 吴大哥 这是假的 这是幻象 吴生 不要再内疚了 跟我一起走吧 这次 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杏仁 谢谢你 都模糊了 你让我不再内疚 我眼睁睁看着睡药把你杀死 我怎么可能不内疚 我根本没法原谅我自己 这么多年来 我藏在这深山里苟祸 我没有勇气面对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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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今天 我不会再逃避了 从今往后 我不会再懦弱了 从今往后 我不会再懦弱了 从今往后 我不会再懦弱了 是幻象 是幻象 吴大哥 他是幻象 你抓住了幻象 之前我也和你一样 想为人界除魔未到 但是 我连杀死妖怪的勇气都没有 可是今天 我要为过去的懦弱赎罪 吴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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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这是 她是我的妻子 欣然 换妖 化成了她的样子 八年前 睡妖杀死了她 而我本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 去救她 可是 我却懦弱 胆小 只能眼睁睁 看着她死去 你们到来之后 让我看到了什么叫勇气 看到了 你们可以为了救一个人 争着牺牲自己的生命 我就明白 我所经历的一切 我所遭遇的痛苦 和二次惊世 还有人间的安危比起来 不过就是沧海一宿 规定 呼德哥 你这是在干什么 一起勾结的活下去 到我今天就做个了断 不让水药再残害无辜 吴大哥 你快住手啊 张灵 谢谢你 吴大哥 吴大哥 菲菲 你别伤心了 吴大哥救了我们 但是也成全了他自己 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 唯一能报答他的 就是坚持自己的心念 继续走下去 有点奇怪 怎么了 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了 还是这么安静 每天早上醒来我都会观察 还是没有发现任何妖的痕迹 这不是挺好的吗 说不定这妖怪被师兄所伤 害怕地逃跑了 如果真是这样倒也轻松 我还真没见过盼着妖怪来找麻烦的 我觉得这妖怪应该不会再来找麻烦了 我们还是继续赶路吧 好 对了师兄 等我们平安到达楼来 我觉得就不要把这次的旧证翻出来说了 会破坏团结 人各有志 过去的就过去吧 当然不会 这次是我的疏忽 我倒是要谢谢他们的提醒 好了 我们去收拾东西吧 你们能不能答应我 到了楼来 在这里发生的一切 都不要告诉别人 为什么 我不想 让五月仙盟内的人知道 我怕调查下来 万一 是不想让昆仑知道吧 如果昆仑知道 菲菲发生这样的事情 心里面会不好受的 我没意见 吃饭 怎么了 昆仑问你们有没有遇到危险 安全 没有遇到危险 好吧 那我继续睡了 走吧 这片见鬼的沙漠怎么走来走去也不见劲呢 我们是迷路了吗 王子啊 不要担心 前行三里左右便是楼兰城了 三里左右 是多过三里还是少过三里啊 这地方你们来过吗 我们的水还够不够啊 凉水是足够的 足够 这里会不会有山贼啊 王子不用怕 有我们在 有我们在 我听说这大漠上 经常有巫师出没 抓旅人 来寄仙神的 巫师啊 巫师你们搞得定吗 那只是谣言 谣言 万一是真的怎么办 我还听说楼兰城最近闹鬼呢 鬼你们杀得死吗 主子请放心 我们一定会尽力保护你 尽力 那就是没法保护我嘛 就为了那只该死的活鸟 父王竟然要我来这么危险的地方 唉 就 好 怎么办 真的要抢吗 楼兰公主招亲大典期间 楼兰城保安严密 而且为了门当户对 只有收到琴帖的各国王子 才能参加招亲 因此我们必须拿到琴帖 否则我们连楼兰城也进不了 那我们如何去抢火鸟 可是我觉得公主还是挺可怜的 说不定这是她一生当中 唯一一次能够重获自由的机会 我们抢的那个王子 如果是她真命天子 那岂不是坏了公主大好姻缘 买牛 你刚才没听到啊 那个王子就是为了火鸟才来的 这公主要是嫁给这么胆小的人 她能有幸福吗 但我还是觉得拦路抢劫 不是修正者该有的行为 快去 诶 张灵 有想法吗 其实不用来漏抢劫 也是可以的 对付胆小鬼 自然有对付胆小鬼的办法 走 饶命啊 救救饶命吧 这骆驼上面全都是送给楼兰公主的基因珠宝 你们想要就全都拿去吧 我们不要命不要钱 那你们要什么 你们的衣服 全部脱下来 可是 可是我们是男人啊 别废话 快脱 还有 交出楼兰国招清大典的青铁 青铁 青铁被我放在骆驼上了 小心 快滚 快脱衣服给我滚 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差点杀人了 对不起 他刚才突然间拿刀子刺向我 我一时慌论 就下了重手 现在没伤到人就好了 我们赶快启程吧 要在入夜之前赶到罗兰城 是 昆仑师兄 你来当王子吧 有人来了 救命啊 保护我 快点 站住 救命啊 什么人 来着何人 我是大琉璃国王子 敌人去楼兰参加招亲的 琉璃国 没听说过 你是王子 你的随从哪 我的两名随从 被巫师给活活烧死了 巫师 聚灵国的王子 为了不让其他国家的王子 接见楼兰公主 暗地里派巫师去追杀他们 除非你们脱下衣服 留下招亲帖 不然 不然就会被巫师 活活给烧死啊 我的两名随从 就是这样被烧死的 我的两名随从 留下招亲帖可以 为什么要脱衣服 我也不知道 就是他 快跑啊 巫师来杀人了 快脱衣服啊 快脱衣服 快脱衣服快跑 他们误了 他们误了无师的咒语 咒语 他们快退一步 快跑啊 刘下招亲帖 快跑啊 快 快跑 快跑 霍晨 骗人还是不好 这 什么意思嘛 我们去换衣服 不理他 你们怎么这么不讲意义啊 怎么穿啊这衣服 千年星空如常 血色烈日记显得 我真的像王子吗 不会被人看出来吧 放心吧 你不但像王子 还是一个挺帅的王子 我怕公主真的会喜欢上你哦 真的假的 你别吓我 你说是吧 你们两个可不可以收敛一点 怎么了 又没人能看见我 你当我是瞎子 你不看不就行了 我跟你说实话 你这么做 我 我很不舒服 你还要坐后面一点吧 嗯 我就要保证 好了 快走吧 驾 忘记 闪了分裂的幻想 一光生命燃烧中相见 是注定 怎么了 我梦醒 不知道 来到大漠以后 我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而且我发现 越接近的弯长 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就越强了 你来过这儿没 没有 前面是哪一国的王子啊 我还以为我遇到真的王子了 原来是你们啊 不用怕 铁狼兄的乔装是完美的 就是惊慌的态度有点露底了 哈哈 我就说嘛 你的外表是王子 内心是个气贼 我劝你啊 还是不要随便说话的好 闭嘴 其他人呢 没看见 可能已经进了伦兰城吧 昆仑师兄 很帅啊 菲菲师姐 你就不要再叫师兄了 这位可是我们西叶王国 潇洒尊贵的王子 绝对是这回招亲大典的 热门人选 巧玉 低调一点 我们是来夺宝的 不是取亲的 王子说得是 仅遵王子之命 好了 我们进城吧 让你燃烧中相 哈哈哈哈 欢迎欢迎 欢迎西叶国王子 于田国王子 老夫是楼兰国的丞相吉尔 专程在此恭候迎接 有劳吉尔丞相 有劳丞相了 这是必须的 难得二位王子 不为夜空凌雨的诅咒 先来参加 妖月公主的招亲大典 老夫万分感激 其余参加大典的王子已到了 老夫这就送两位去稍作休息吧 请 走吧 老夫 老夫 小二十二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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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好 上海的不抵 快点 快点 丞相 公主召妾乃是大喜之事 为何城中百姓并无欢容 而且 城中守卫森严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昨晚确实发生了一些事情 不过现在已经处理妥当 城中的守卫 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也是为了确保诸位王子的安全 丞相大人 这石像这么多人膜拜 不知有何来历 这是石中仙将 传说是千年以前 仙界下凡的仙将所化 一直以来 都是百姓们心中的守护神 看来楼兰的百姓 现在很需要仙将保护的样子 是否 是因为昨天晚上 所发生的事呢 其实也不是 只是楼兰国的百姓 对妖月公主十分地敬爱 他们希望公主 能够早日摆脱诅咒 所以 他们会不时地来到这里 为公主祈福 大家请吧 有什么发现吗 我也不知道 又是那个奇怪的感觉 进入楼兰城后 这种感觉越发强烈 每件事物 都会让我心虚不逆 张灵的感觉一向很准 我觉得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似乎没那么简单 大家小心留意吧 请请 羽田王子 羽田王子 叫你呢 这边请 走吧 走 这里就是招亲大典参加者所住的孔雀楼 还请两位王子先在生死状上打个手印 生死状 对 只因夜空凌羽的巫术过于可怕 十八年前要不是搏提国王和王后 以牺牲自己的性命来制止他 恐怕楼兰城早就灰飞烟灭了 所以 凡是参加招亲大典的 都必须先签生死状 以免发生危险后 互相追究责任 还请二位王子理解 是所有王子都要签吗 对 我们已经签了 好了 不打扰几位王子休息了 参加招亲大典的人都已聚齐 劳夫要回去向公主汇报 腰月公主的生辰就在三天之后 夜空凌羽定下的考验 就是明天早上的冒时 稍后就会有专人 引领各位王子前去与公主见面 以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 各位王子请稍后 劳夫告退 聚雄他们到了吗 昨天晚上跟我们一起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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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布凡好像感染了风寒 所以现在在客房中休息 对了 你们知道吗 楼兰城昨晚发生了一件大事 这么重要的情报 怎么能跟其他队友分享 我怀疑这件大事背后 藏着杀人阴谋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下一个受害者 所以说出来 让大家有所提防 互相帮助 难道不对吗 王伟就是希望我们成为 下一个受害者 这样 他的对手便少一个 不是吗 这小月变了啊 住口 住口 铁蓝 你住口 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你们想说还是不想说 秋刺国的王子 昨晚在楼兰城内离奇死亡 据说 秋刺国王子是西域第一勇士 论实力 是最有机会通过这次考验的 难道 是夜空凌羽所为吗 夜空凌羽乃是污垫女王 她想杀一个人 光明镇那就可以了 哪用得着神神秘秘的 她到底是怎么死的 这件事情 还是问美空云吧 她是第一个发现死者的人 昨天傍晚的时候 我们便到了楼兰 到了晚上 我 觉得有点气闷 便到城中随便逛逛 楼兰城到晚上的时候 店铺全都关门了 有什么好逛的 就是因为逛了 才发现没什么可逛的 我便想回孔雀楼休息 谁知 我走着走着 突然就听到了一只 很奇怪的声音 那声音 就像突然有河水 沿着楼兰城的街道流动似的 可是听真一点 却又不是水的声音 而是 像是沙在流动的声音 喂 你没事吧 韩商兄 你也是目击证人 我只是有些无聊 随便逛了一下 没想到竟然发生这样的事 重点不是我大哥 到底在不在场 而是邱兹国的王子 到底是谁杀死我 还有他为什么要杀人 韩商和美空云在说谎 这是狐妖的直觉 不会错读 撇除仇杀的可能性 杀人者 会不会是参加招牵大典的人 目前这个可能最大 目的就是把最强的参加者 除去 那我们这些人都是参加者 我认为 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是杀人凶手 凶手应该就在我们当中 大哥 邱兹国王子死的时候 是不是满嘴是沙子 确实是这样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咱们这些闯阵者当中 应该有一个人的仙道术 是和沙子有关吧 你们不会是怀疑我吧 我可是第一个发现死者的 很有可能是你杀完人之后 被我大哥 恰巧碰到 然后你就装作是发现死者的人 这是凶手一贯用的伎俩 大哥 你说对吧 也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韩生 你说什么呢 但是 美空云不会干这种事 你别瞎猜了 我只是觉得 这个女人绝对能干出这种事 所以随便猜测罢了 随便猜测 大家都听我说一句 我们闯阵者是杀妖的 不是杀人的 所以我相信 我们所有人当中 没有人是凶手 但是这凶手 已经进入楼兰城 这是千真万确的 所以我们大家 要小心留神才对 我不会看错的 韩生和美空云 的确是在说谎 起码 他们肯定是有什么事情 在瞒着我们 难道 美空云就是凶手 虽然她平时做事情 不择手段 可是应该不会 为了获得圣价 而杀人的吧 那她为什么撒谎 如果她不是凶手的话 那她又有什么 可隐瞒的呢 努力 你先去城中查探一下 看看凶手 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 好吧 我现在感觉 越来越不好了 如果凶手 是为了胜出比赛 而杀人的话 那昨天晚上的命案 就只是个开始 我们必须要 加强戒备才行 况且 铁狼现在是王子 不方便带着兵器 所以 菲菲 你的玉神器 和我的烟云散 一定不能离神 嗯 我来找菲尔的 我来找菲尔的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坐吧 师兄 你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 只是想问问你的近况 挺好的呀 就是 练避鞋有些难伺候 但现在已经习惯了 你跟张灵 已经没事了 说实在的 说实在的 如果不是因为 张灵的父亲 可能除了你和云琪师兄 他应该是我 最信任的朋友了 最信任的朋友 我还记得 当时你说看见他 就觉得非常讨厌 现在有的时候 也有这种感觉 怎么说呢 可能是因为张灵 太过于聪明 他有时候 所想的 所做的一切 就算和我说了 我也未必能明白 而我所想的 所做的一切 他便很快能了然于胸 有的时候 就算他在我身边 我也觉得他离我很远 但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只要有张灵在 即便是绝技 我觉得也会有奇迹出现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想我明白的 所以 在没有了解 他父亲杀我母亲的 真相之前 我想继续和他做朋友 那铁狼呢 铁狼 铁狼是个 值得深交的朋友 他的思想很简单 你都不必花心思 去了解他 只要是他认定的朋友啊 他便可以为你 两肋插刀 好啊 那有他们在你身边 我也就放心了 师兄 你还有什么 其他的事情吗 打电机 总网 是平坚了 我觉得 有犯刑 是平坚了 有犯刑 这也有口 真的要解 没见过 费团 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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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